大家好 我是Virginia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這棵辣椒 今年種了一年之後 3月4日開始種的 現在天氣快開始慢慢變冷了 我們還沒收成 它的盆本身是用5L的盆種 因為太小了 剛才我已經拆了支撐的竹竿 準備換盆 搬回家過冬 遲些很快就會冷 希望可以保住它 今年順利過冬 因為這棵好多辣椒 泰國紫天椒 現在我們準備 慢慢把它的盆 把旁邊的泥 慢慢拿出來 我之前已經換了一盆 這個快要倒塌了 輕輕的 沒有破壞了它的根部 這裡我混了一些 魚骨粉 骨粉 骨粉 以前在那邊 種瓜 其實應該用種菜的來混合 比較好 中間也有種菜的 曬了幾天 我覺得這個比較健康的 舊泥 就混合一些肥 用這個 是20L的泥 這樣做一個底的泥 因為你要 讓它順利過冬 泥要健康 還有沒有細菌 即是曬過 要混合一些營養土 我們除了可以混合這幾種之外 最好是 加一些馬糞 牛糞 因為我現在沒有 我暫時就這樣 或者遲些 讓它的泥 再加一些馬糞 我們就把這個盆 慢慢地移出來 看看如何鬆開 剛才我就是這樣移的 因為現在 手拿機就不太方便 但我已經做了一盆 這盆是比較高 因為之前有些圖像 所以它這個植豬 這個桿 就有點太長了 不夠 這裏弄斷了 這裏也弄斷了 所以剛才不小心弄斷 應該是 現在暫時還好一盆 那盆 因為我一隻手弄不到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淋水 讓它適應一兩天 接著我們就搬回看天氣 因為我看到天氣預報 就說過兩天 晚黑是5度 這個對它的傷害就比較大 所以我就準備換好那盆 淋水之後 讓它適應一兩天 就搬入家裡 conservatory 讓它可以順利過冬 現在暫時它也是很健康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那盆我要繼續換 多謝大家的收看